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Alan 我来自马来西亚水兰德州 目前是一位软件工程师 印象最深刻的当然 除了就是课程里面的一些内容 当然就是老师的教学方式 种种整个言行举止一堆动物都非常的深刻 我对看事情 对看一些冲突 看一些关系 甚至一些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这种议题 有很大的帮助 扩展了我的视野 不像以前那么的狭隘 一味的就是一厢情愿的把这个想法套在别人的身上 在处理一些事情上 我也比较能够懂得怎么样去运用NLP里面学到的这些技巧 学习的NLP最大的收获当然 就是我内在里面的信念价值观的东西有好大的调整 印象最深刻是我整个视野都非常的广阔 这个视野不是眼睛看到的那个宽度 而是内心里面在对事情对人的一种态度会被称得很广 其实从第一眼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是不敢接近他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认真然后蛮严肃 他在这个八科当中从他的教书的那一种感觉自体语言然后带动方式课程内容讲法 我发现这个老师其实他的亲和感是非常强的 他的人生我感觉到他经历了好多事情 因为他都常常会把他的一些经验在职场上在对人在他的个案处理的这种经验里面都分享给我们知道 这个是我所需要的这些经历都可以做为我以后面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参考 我自己感觉NLP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很快速成长 会有很大的一种转变 就是在学了NLP之后让我来用意境和来表述的话 我就会说NLP是非常生活化的一门学问 好我好世界 好